0403强震后余震不断 花莲有超过百栋建筑被贴上红黄单 中高楼形的集合式住宅出现了抛售潮 但成交量却急速下降 现在还传出有仲介 以低价收购受灾户房产发灾难财 国土署也特别提醒 由于后续房产等各项重建补贴 涉及到请领权益 建议受灾居民不要轻易的出售房地 或让渡相关权益 一阵天有地洞 不少大楼变成围楼 许多民众一身积蓄换来红黄单等待拆除 还有人是二次受灾户 0206的受灾户 我们搞了以后 赠债款补助款是有限 还了贷款以后所剩无几 只能先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就是再找去比较便宜的 吉尔市住宅去买 结果就又再碰上了 六年前0206地震 陈先生是云门催堤大楼的受灾户 0403墙镇住的统帅大楼也在软角 让他不再敢住集合式住宅 正后近一个月 花莲涌现华夏抛售潮 但成交闯新低 说我们在客户在寻找物件的时候 其实都会以别墅或是透天的为准 那华夏的话呢 他就是都没有人问这样 这一次的倒塌 大概都是大楼的部分 所以民众还是会有担忧的 民众不敢买单 传出有仲介想要赚灾难财 一是价近一半的价格 低价向大楼受灾户收购房屋 内政部国土署也特别发新闻稿 提醒受灾户这种现象 别轻易让渡权益 因为中央正在研议补助住户重建费用 原则将以建物重建价格为基准 各项补贴措施将主义实施 应涉及自身的后续请领权益 千万别轻易出售房地 记得陈静夜华联报道